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2日表示 由于至今尚未收到德国西门纸公司 关于在俄招受加拿大和欧盟制裁情况下 归还送修波伦基的正式文件 俄气已经再次要求西门纸提供此类文件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 北西一11日起暂停运行 进行年度例行检修 预定21日完成 俄生意人报报道 加拿大方面已于17日向西门纸公司归还涡轮机 这一部件可能在24日运抵俄罗斯 普京19日警告 俄气准备7月底维修北西一定义涡轮机 假如那个被送至加拿来维修的涡轮机 无法在那之前归还俄气 北西一日均收集量将下调至3300万地方米 据俄媒体20日报道 俄军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 当天遭到乌军四杀式无人机的袭击 该核电站11名员工受伤 其中4人重伤 目前袭击造成的火宅已被枯灭 该核电站核电机组未受损坏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报道 乌总统德连斯基二十日晚在视频讲话中说 他当天与奥地利和捷克外长举行了会晤 各方就有对俄施压 对俄额外援助 以及乌加入欧盟前景问题进行了讨论 德连斯基表示 在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半年内 乌克兰将采取措施 为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做准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阿斯在社交媒体上说 哈尔科夫、德连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等地的战斗仍在进行 此外 罗海军还有三艘装备有口径巡航导弹的舰艇 正在黑海执行战斗任务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二十日报道 乌政府日前通过决议 将同外国债权人就以延期二十四个月 偿还欧洲债权债务进行谈判 乌财政部长谢尔盖玛尔勤科 此前曾表示 乌克兰应在2022年9月 偿还9亿美元的欧洲战权债务